从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三农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 现如今复兴市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省第13次党败会精神 紧密联系从扶贫改革试验向乡村振兴示范转型新发展目标 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新年一时海州区寒家电镇民主村果树发展基地里的大棚草莓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 我九月份刚过来的时候这还是一片工地 转眼间四个月过去了 现在大家看现在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 海州区寒家电镇紧邻市区近年来全镇依托地域优势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鼓励和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特色精品蔬菜水果种植 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为了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机险解 我们海内镇以草莓 樱头 食用菌 黑莫猪等几个项目 为重点积极发展产业扶贫 实现全面阵型 复兴作为2013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确定的首批三个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之一 历经八年改革试验 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制度性创新成果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村全部出列 贫困县全部摘贫 脱贫摘贫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复兴确立了扶贫改革试验向乡村振兴示范转型的总体思路 对八年扶贫改革试验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总结 形成了推进复兴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机制 突出创新沙地治理生态扶贫 互换病地扶贫 市院贡建科技扶贫 集团帮村和党界引领扶贫等五大创新模式 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广泛应用推广 在复兴蒙古族自治县伊玛图镇旅家殿村 五大模式之一的党建引领扶贫在这里持续深化创新 村党支部采用三变改革的方式吸纳村民土地入股160户 入股土地621亩 建设旅家殿村红薯种植基地为村民带来致富曙光 快过年了 在农丰合作社的年底分红现场 村民每股分红841元 按手印领钱各个喜笑颜开 现场一片喜气洋洋的热闹氛围 分了一万五千多块钱 完了今天挺高兴 收入70万给大家分红67万 基础上再扩大种植面积 应该咱们把电商做起来以后应该分的更多 产业是实现脱贫攻坚成果 持续巩固的质本之策和源头活水 2021年 复兴市全年累计争取各级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44亿元 重点支持正大100万头生猪养殖 村级光伏电站等100个巩固衔接项目建设 复兴蒙古族自治县生猪全产业链综合示范区 张武县乡村振兴示范区齐头并进 新能源绿色食品精细化工高端装备制造 一项项特色产业成为复兴乡村 迈向振兴的有力支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